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罪言台》 有没有发现今天少了个男丁 只有我们两位美女 萧公子正在吃饭 希望她讲得及回到我们的节目部分 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美女 就是Alvina 号称《创业女神》 为什么有这个称号呢 也说回近期 重遇她的时间里面 因为做了一个青年创业博栏 当中里面有很多个单位 竟然是给钱年轻人去创业 甚至是虧了也没所谓 是在说几十万 整件事很有趣 所以在节目结束之后 趁机会抓你上来 和大家讲一下 第一件事是讲一下这个计划 另外又讲一下 为什么政府有这样的安排等等的事情 首先和我们家人的观众 大家好 多谢Amanda 师傅 邀请我来和大家分享 关于青年资状的创业计划 是的 刚才说过 你来自一个单位 我还有一张LiveNet 都还在 他们这个project 因为大的project 有很多不同的单位 我知道本身 你是香港五一青年总会 这个project的负责人 因为电话是她的电话 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叫做 《狮子山同行的创商机》 看到有三十万 你说什么青年 就是三十五岁以下 很重要的 我想我可以首先在这个计划中 设计的计划 然后我再问你其他计划 以我所知这个计划很好 因为很多时候创业 很多朋友都会觉得 我当然想做老板 最好就不用分工人理 等等事情 但真的要做生意的时间里面 有很多事情都要处理 例如 银行 可能你要搞MPF等等事情 其实 如果一个普通的大公仔 他没人教的话 是未必会做生意的 但是这个计划很好 或者不只是这个计划 当日我发现有很多计划 有这个老师 是有mentor 去带领大家 教领年轻人去做生意 教了 又给钱 又介绍班 为什么这么笨 政府很好 政府其实在2015年 施政报告 他们就见到 创业是大趋势 不过有很多位 其实政府未必能够遮掩 所以他们就撥了三亿元 就给民政事务处 以及青年事务委员会 建立一个青年发展基金 在2016年 邀请香港所有的团体 为你进行计划 我们很希望 可以邀请你和NGO 合办和政府 撥钱给你们 去做这个计划 进去这么多间 总共有9间 刚刚在Christmas前 16年的10月23日 我记得 我说是Christmas present 公布这9间 基本上 政府要求的guide 就是说明 钱是政府会配对息 政府给2元 机构给1元 全部这些资助钱 就是给青年 撥给他们做创业 那些机构也需要额外 提供培训 以及顾问 刚才说了 除了你们单位之外 我还有那些poster 除了香港五一青年总会 这个机构之外 还有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 还有东华三院 还有九龙社团联会 还有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 应该不齐 还有青年总会 还有青年总会 我们那天展览 其实有7间机构 还有7班机构去参展 不过有一间 他有出席 参与kickoff 没有参展 因为他们很厉害 因为政府的青年发展基金 其实有两个基金 一个就是创业配对 另一个其实是创业 它是香港唯一的机构 两边都成功申请到 所以他们就说 要重新reschedule 那些人手资源 所以他们就未ready 派poster 不过就很积极 那些都有特别 他们专门玩游戏机 电玩 很多人很开心 这个 当然介绍了这么多的单位 刚才你说过 这么多人申请 只有9间 还有挺宽阔 有些社团 一些商界 是真的好一些 一些社福界等等的事情 我想问 为什么这些单位 很简单 你不可以代表他们说 起码首先你们的单位 为什么都会 肯参与 然后帮忙 去训练这班年轻人 因为坦白说 你们收拾你回来 也有很多东西 嗯 很多东西 我们五一青年总会 为什么会想做project 因为 其实我们的会 五一其实包括 比如江门 心灰 很多地方 我们旅港五一席的人士 其实估计是125万 很多名人 其实都是 我们都很希望 可以在香港汇聚他们的同事 也都可以和江门 内地resources做到一个设合点 我们有这么好的人事网络 也有国内资源 也很希望 可以给予更多的香港青年 去试试创业的同事 甚至试试透过我们的资源 去帮助他们去创业 因为政府常常说 一定要进入大陆 香港出身 香港出身 香港读书 国内的亲戚 我就不再认识了 甚至乎 有部分的年轻人 可能很抗拒国内 都不喜欢进入国内 有 很多 不过国内 其实这几年 因为vechat 他们的online payment 性行 整个consumer behavior 已经是很大的颠覆性 会会会 现在连黑衣 都要用QR Code付钱 你街边买三个呢 三个我知 三个我知 黑衣我未知 又有黑衣 因为大家都不代零钱 是 香港seems好像慢了 关于钱的流通性 这个是一来政策 二来是香港 亦是香港好的地方 有好有没有 因为香港是 财务体系 金融体系 他们是有close monitoring 如果你一太松 随时on money laundry 或者其他东西 都很容易被人去利用 国内他们相对上 阿公一有决心做的 大家很快去 如果是他有石器时代 和太空时代 可能香港是全部跌进的 可能国内是 他喜欢怎么就怎么 我不可以这么说 不过他们 阿公要做的事情 他们很多地方都配合了 他们实际是 跳了很多个stage 另一个例子 可能伦敦他们的地铁 出名是旧 因为有过八年历史 香港的地铁 其实只有三十多年历史 因为它持续 它的技术 基地铁就很新 所以其实香港的地铁 比伦敦更先进 类似这样的道理 所以 香港的青年 我也很鼓励他们 可能透过 我们的program 我们的resources 可以去真正了解 国内的consumer behavior 的资源 我们其实有培训 有实习 我们很希望 计划到国内公司 让他们感染 国内现在的人是记性 我不是说妄自菲薄 很多人都说 有没有可能 深圳两年内 超过香港 很多人 我想真的要放眼 再看清楚多一点 第二个地点 我不敢说 其实深圳 我觉得的机会是大的 因为很多 国内顶尖的人才 可能超过香港 直接去国内发展 在办公室 我们其实见到 有这个需要 也真心想 为香港的青年提供 所以就是 有一个program 我认为这班 好像很厉害 就是很小 就是很多 我真心觉得 是叻的人 来帮忙做顾问 除了顾问 也有私有团 很实战型的 比如顾问团 我们的首席顾问 有任德章先生 其实他除了是前任 外堂主席 他其实是福报私媒体的 主要股东 就是作为一个华人 可以去到一个位置 我绝对相信 有去过人的地方 就是 他也不是那些 就是靠虎杠 就是靠虎杠 那里面也很多 是来自不同界别 比如说 有来自IT界 会计界 有 现在的部分 我们的顾问 其实他们本身 都是天使投资者 嗯 有天使投资 网络的主席 就是靠虎杠 那里面 那我们 本身这个project 设计的时候 我们就是看完 现在 现有市场上 一些未遇到的位置 因为我自己之前 也有教创业班的 那我发觉 理论 实战 所以 有人指导 全部都真的太重要了 那还有 你的钱未到位 你又上不到的部分 你就继续这班公司 那所以我们设计的时候 设计四个步骤 先给他们机会去培训 他就是上课 上课有这个 思考模式 你想run一个什么 business model 到真是一个 营运一间公司的 基本知识 去到这个 行业相关的知识 那要确保他们 先要确保他们 有声识知识 接着我们就 让他们实习 我真的听过很多 很趣的案子 未养过宠物 就去开宠物店 好想 好多 好想开咖啡 拿咖啡早饭 不过就没走过 咖啡早饭 我经常问 为什么开咖啡 我问 十个年轻 没有十个年轻 十个年轻人 他们就说 他们大部分 都会说 想开糖水店 或者咖啡 原来他们追求的 就是那些放松的 好像一帮人围在一起 其实他想错了 那个放松是 究竟自己放松还是生意 因为我之前成功 是令到我一个朋友 没有开酒吧 为什么不开 因为他做政府工作 是 完全没有生意经验 只是晚上下去 跟朋友去酒吧 就是这样 朋友就开 然后就很认真 语众心详 第一件事 你没有做过 你也不可以打工 还要做政府工作 其实你对真真正的运作 有很多难处 而且钱已经不是特别多 还要加上 跟朋友 很多东西是unown 纯粹一个理念 就是很好玩 很放松 我觉得这个做老板很棒 还有很多朋友可以聊天 就是这样 然后跟他太太 一边再谈的时间里 我说了很多现实的事情 给他听之后 他真的没有开 钱仍然保得住 我想这个真的 很多人的理念和真实 可能是有两件事 很老实说 其实失败的成功率 是非常之高 譬如我自己 又出来创业 很多时候 是很多很细微的东西 不成功的 可能是 原来是伴侣 大家都太深惹 有很多当生意 大家不够 committed 下去这个 business 伴侣拗叫 或者不够生意 实在太多了 所以我有时心想 如果 我早点有人去指点我的话 我想可能我会少走很多淤网路 所以我也很希望 邀请到这些重量级的嘉宾 帮年轻人指一指老 所以我们也要安排培行实践 我们在 我们预计 可能会邀请300个青年 接受培训之后 中间会轮选 以对名义入选计计划书 选10队出来 每一队比最高 30万 30万 对年轻人来说 如果你说 开头的事件里面 有人给钱 都算了 最重要 我觉得最值钱 刚才你说的 之前的部分 想训练 有一些 mental 有这个 配行实践 说真的 自己做生意 或者最担心的就是 因为没有生意 值钱 但是想问 你问谁 因为每个生意模特儿都会不同 你说真的要去找 可能除非你家人是最开生意 如果不是的话 当你真的创业的话 幸好还有些有心的人 会找一些专业的人 去谈这个问题 如果不是说再撞的话 说真的 钱不是真的虧得很多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如果你是做生意 如果家庭观众 你是做生意的话 那说真的 有时候你发现 找一些同路人来谈 因为年轻人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何况年轻人 所以我相信这个也挺好 你们有一个心 可以帮助这帮年轻人去做这件事 但我又真的很想问 过程当中很理想 又陪着训练 又实习 又同行 整件事 听下去就OK了 但其实 你觉得年轻人会不会捱得住 这是我想问的问题 因为你们接触都会比较多 是 你也知道现在人很多时候 讲新的一代是 不出现 没有心机 然后又说常常做表演 或者可能来了两三次 原来这么辛苦 然后就不做了 因为做老板也好 都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 你们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或者有没有预计会怎么处理 这样说 我都说之前也接了一段时间 接了一段时间 很特别 我收到最先的几个电话 其实是妈妈打电话来的 对 妈妈打电话来 妈妈 妈妈很好笑 妈妈说她五十岁 妈妈说她五十岁 妈妈二十多岁 妈妈跳舞很厉害 我们之前三、四个 可否带来 proposal 来 妈妈真的完全支持到 妈妈帮她报名 陪她一起来 我也挺惊喜 但除了那几个案 我之后回答所有的讨论 每个起码说十五分钟以上 不是我长期 是她们问得很仔细 亦都反映了 其实她们是很深思熟虑 为什么我要进入这个计划书 我其实是去到什么阶段 有些人会说 其实我们打算和几个朋友一起合作的 甚至互相师和我很坦诚地谈 我们的计划书是怎样的 其他的计划是怎样的 我收不收到封 他们很多都做了准备功夫 我就觉得 我收到电话的批 会问得这么详细 我觉得那些在思想上 都算是准备 我都考虑是OK的 妈妈代打来的 我就担心少许她的 老实说 因为你说这个 近时候工作原因 有时候都会碰巧一些 创业的地方 也有些基金之类的东西 我在我面前 直接是问那个 in charge的人 盆生意 其实是我女儿在工作 不过我会比较熟 爹地来的 到时候 interview的时候 是不是我也要在那里 爹地去听 去找资料 但是女儿是不在那里 但是他说 其实是interview的时候 我是不是很想interview的时候 所以他都会在那里 确认他女儿可以 老到不基金 OK 但是整件事 我会觉得 是不是有点过火位 因为太过 take care 刚才说的做生意 很坦白说 真的会撞板 不得了之余 你不跟打工 打工你撞板都算了 你自己生意会蚀钱 你会蚀入肉 甚至蚀入家人的本 那伤害性会很大 但是如果连这个基本的动作 都要父母去处理的话 我想可能在品格上 或者可能在性格上 我不知道会不会 刚才你说的培训课程当中 一些可能心态 或者个人的概念 是不是要很大的扭转 才处理到 其实我刚刚也提过 培训课程第一部分 其实就是讲他们 企业家私下 这个创业的思维 好老实说 100个人里面 可能只有10%合适做老板 不是每个人合适做老板 不过 这个设计 我觉得最好的地方 就是我们允许你坐 允许你来洩 你是不是合适做老板 就是互动那天 负责那个HIV的同事都说 那些钱预了给你们去洩 很开心啊 听到这句 不是因为 在强心针 不是说 我一定要申请 再来洩 而是 而是 有很多人 可能就很害怕 对自己没有信心 而现在的一代年青人 其实很多都很独立思维 很多都很聪明 很多都很聪明 问题就是 一个极端就是 他越聪明 他越聪明 他越容易 如果走错 就是会想找错误 他 我当然是找一些 我经常听人说的 就是 最快打了2000万一个营巴 然后上市 买了个穴 然后走去 然后走去 两个部门 而是 其实 中间 你知道多辛苦 才能准备到 一个营业颜 然后 轻轻说 如果你真的教餐厅 其实你真的要 你包下衣袋 你要真的很一起去做 如果你去IT 你以为每个IT老板 很帅气所以就走出来 回去睡也不用睡 就必须多了 正確 他們可能通宵執行提供一些項目 不停要跟同事腦震盪 表面的風光背後大家都很辛酸 而他們可能忽略了 而被他們有這個又培訓都模擬 到真的有人陪你一起去組織 你感覺上是你有安全線 你也真的去走一趟 我覺得整個項目 其實在設計來說算幾個家 當然實際上是預了給他們坐 我也預期是不會進入 所以我說三百個青年 我預期只會選擇十對進來 差不多 以漏斗方式 因為之前也請過學生來講 slash一代 他們基本上已經很不願意上班 變成他們都是part time 其實他們都是自貝人士 簡單來說 他們是自己一個小的business 但是說真的 你除非做得不好 正常來說 如果你是慢慢做 又做得ok好 你的生意度會有多 那你怎麼都一定會變成老闆 你怎麼都一定會去到一個 公司需要設置 甚至乎需要請人 都要走同一條路 可以這樣說 其實他們的slash 我們最多是叫他們做專業人士 他們是透過他們的labor hours 去換取薪金 而一個成功的企業老闆 他會設計一個系統 系統的意思是由硬件軟件 即是同事人 logistic flow 產品 去幫他們賺錢 這個才是真正的企業家 我想這個時間是需要轉化 還有真的需要跟你們的training 你們的trainer 實戰 要講解 我相信如果你是一個打工人 你是沒辦法想像的 我想整件事 除了會彈老闆這個人給 那個人給之外 但當你真的換轉的身份 你是老闆的話 其實為什麼會加不到薪金給你 為什麼有些事情是不做 其實你只是看一條盤數而已 某程度上 簡單來說 exical leader 你要看的不僅是自己的崗位 但你exical打工的不是自己的 哎呀 這次又不可以拿年假了 假期的放一個長假 但老闆通常這些長假是上班的 就算不上班 那時候我們都會可能 做公司的事 在家裏做公司的事 真的會brainstorm 未來年這個proposal的方向 下半年的business model要怎樣 我們有什麼策略去做 其實腦袋是不會休息的 不會休息的 但當然相對你的錢會多些 你的好似空間自由會多些 但實質其實當老闆都知道 其實真的沒什麼放工 沒有假期的 任何時間想到ideas 你們會做 或者很多機會你都需要處理 不過真的 看看你的性格 我想挺重要 譬如我都遇過一些學生 他告訴我 他肯定自己是不會做老闆的 肯定 因為他知道自己的性格是不行的 我覺得清晰是好的 最擔心是半吵架 他以為自己是 然後可能吃了一大冷餐之後 最後原來不行 最大的事是 不細小 我曾經見過 有些朋友是這樣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做生意 請試試去找一些支援 我想是這樣說 以前是沒有那麼多的 以前我記得 你說創業的支援 創業的支援 支援是不會多得這麼交關的 我想這十年 香港其中一個最大的轉變 除了大家用了手機 就是多了這些 project 以前我不介意share 我以前讀完書 第一份工作做香港商機 那時候所謂的創業的定義 就是買一個franchise回來做 或者訂一間店舖回來做 就是叫做創業 那不是叫做創業 那時候的概念是創業是這樣的 我們通常都會discarriage 別人 有頭疼很辛苦的 你不如做franchise 買一個business 做licensing 這些就算了 現在不是 現在的創業 不過我現在覺得 現在這個project就很好的 就是我們是盡力 encourage all industry 人參與 再早幾年的創業 大家只要focus在IT 是 我覺得fintech 就是finance tech 我覺得所有東西都是technology 有什麼是不technology的 最重要是大家 找到一個business model 嗯 因為我也想說 當然你們這個project 又可以令到那幫年輕人 有很好的發展 那我就想 正常的 做生意都要smart些 或者性格上 suppose 都要機靈些 等等 那我發現其中一間 我也覺得是挺好的 就是當中裡面 在廣東環三元 他們有一些要求 那些要求呢 就是這幫人 才可以拿這個funding 他就是什麼呢 都舉好 他有五萬至四十五萬的資助 但他是有鼓勵共融的 所以某程度上 有一些朋友 大家覺得平時 他們是一個受助者 甚至乎 他未必找到工作都難 不要說創業 但我相信 就是經過他們 比如我簡單的 比如一些輕度的 程度的傷殘 聽障視障 肢體殘缺 言語障礙 一些小小自閉的朋友 專注來不足活躍 或者是一些特殊學習困難的朋友 如果申請者沒有殘障的登記等等 都可以有社工的refer 那你聽完這一群人 其實你會覺得 這幫人不是應該受資助嗎 但我總會覺得他們有talent 或者他們是有能力 只不過真的欠了少許支持 所以我覺得挺欣賞 他們這個 連這些都可以蓋上 因為我之前有熟悉 我之前有在黑暗中對話合 做法則的資助 其實我遇到很多視障 聽障的朋友 他們都很有talent 他們有些可能自己 有一個business 可能是做一些performance的事 等等是有的 你猜不到其實他們都有他們的空間 就是欠了這些support 可能不排除 將來裡面有一些工種 是他們可以幫到手 其實我特別想揭曉 尤其是過度活躍症的朋友 因為我有一個我覺得很厲害的朋友 他小時候是有的 嗯 他當然是經過很多training 去end up 現在他自己是 也都是自己公司上了創業版 有四、五間公司 其實很多時候 大家會不會肯給一個機會 和會不會戴右色眼鏡 他們要的是機會 不是聯盟 那麼 那東南三年他們的特點 就是如果我們五一這個project 是拿中國香港的資源 那這個就是銷售共融 嗯 所以有兩邊 我覺得這已經很好的 就是要平衡 就是要做生意的 就是要為錢 就是想要很聰明的 才能做 但是不要遺忘了 其實很多人是有很多talent 只不過你是未給很大的support for example 我之前做一個活動 做共融的一個活動 你也是一些 encourage雇主請一些 相見人士等等的事情 那麼巧 站在我旁邊那一腳 是某一間健康食品的老闆 他帶了他的員工過來 你明顯看到他應該有輕度子障 嗯 但是在我的身邊 他就很衷心地賺這個員工 他說其實他的工作很簡單 packing不需要他做 他在外國做了 不過有些specialpacking 可能就是買三送二下那些 他說這個員工 請了四年 都是極度滿意他的表現 還有呢 還會覺得 咦 原來這班員工 他們又準時 又乖 又會很認真做他的工作 雖然他不可以一杯人 工作五天 因為他們都怕累 等等死了 他工作三天 但是他四年的時間 他仍然都用這個員工之餘 他只能跟我說 他會再請這類員工 那就是說其實呢 在很多工種上面 都需要某些類人去填補的 即既然可能 譬如說那些年輕人 他未必就是 你叫他回衣服 只是在我做一些 可能他會不理你 對不對 但是呢 亦都有一班的勞動力 如果懂得運用的話 可以幫助他們 甚至乎他們 肢體殘障而已 腦沒問題 他們都可以manage 某些東西的話 那我覺得社會 會比較平衡 剛才你說的ADHD 這些情況 很多啦 這個其實 不是一些很驚天的問題 只不過可能看不到 他有問題 不會實際看到 但他們可以很多事情做到 譬如說 說真的 或者航空的老闆也是 他可以做得很厲害的事情 其實我們都有他們的專長 那如果你了解了之後 你有這個想法 你不懂不要緊的 就是找創業女生 哈哈哈哈 其實社會有很多地方會幫你 不過真的 如果我們要找的時間 比如for example 當然啦 今天知道的情況 簡單可以找回你的網頁 但一般的年輕人 他們的渠道 會在什麼地方找到 即是去敲政府門 還是真的上網搜尋 創業就找到很多 其實他們怎樣找 我想兩種 第一就是 有個政府網站 就是youth.gov.hk 那他就有list out很多的program 那剛剛我們說的 有九間機構獲選這個 那你就可以去回 Commission of Youth 青年事務委員會 就是coy.gov.hk 他有我們所有的contact 即政府網站 他們有提供這些資料 那第二種就是 不同的機構 譬如Science Park Cyberport 他們都有他們的incubment center 的孵化 不過他們就focus了IT 亦都市面上有很多創業的商會 那我不一一列明 大家上網搜尋青年 創業 企業家 這些人都會有很多 那其實他們都是聚合一班 有志氣 想一起創業的年輕人一起 那互相給support 因為創業的路 我們經常都說很孤獨 是 就是因為 你那個moment 你決定要做老闆 你當然你的錢就要省著花 那 那然後呢 你可能之前的同事啊 朋友啊 可能這個思想上已經會有些些出入 不一樣 那我們在這裏近諸一席 近日一刻 那最好的就是跟同類型 都是創業正在創業的人 很多時候呢 會互相鼓勵 唉 那個員工有時候走了 那就算了 那再請回一個 啊我之前的同事 有個客人多好 不如refer給你吧 其實是 很多時候這些鼓勵 或者少少的幫助 是一個原動力 給大家去繼續走下去 那所以就 都鼓勵大家去參與這些不同的商會 會拿一些網絡 朋友和資料 其實都有的 很多不同的會 參與 其實很容易 大家都會聯想到 我說了很多好的事 我又想問一些不好的事 譬如真的忽然間 雨後春筍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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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坊間裏面 都有幾多 你打到Facebook 可能你會見到很多群組 大大小小的會入 譬如你們可能會 我非常和政府溝通的 有些可能是自己 民間去做的 有沒有擔心的 或者現在有沒有這個跡象 就是太多 太古靈精怪了 會反而有機會 譬如有些不好的事 當然Tutro好像沒有新聞 是有些錢銀上的損失 以及質素可能有個參差 可能變質了 或者可能會是令到一些人 進去見到一群人 不是 這麼古怪的 就是這樣的創業 反而會質疾外他們 有沒有什麼負面的 或者沒有那麼好的事發生了 因為就是太多這樣的事 忽然間答案出來 這樣說 創業本身有很多 孤靈精怪的 就算我覺得 不關那個program事 可能都已經有 孤靈精怪 反而是他們被篩 進入到program的 那些 因為整個selection process 通常這些program 我們拿得政府的錢也好 或是拿協會的錢也好 我們都很審慎 所以我們都會盡量 給資源集中 在我們覺得那個人 是真的有心 不是一些古靈精怪的事情 他們的團隊的方向 適合才會 所以能進入program 反而是正常 因為就是 進入program 我都說了 你們這些我不是太擔心 因為監管多 但剛才說的組織 純粹是高興的 純粹是一些幫助的 那些你沒有一個監管 但當然有不同的質素 信上落落 那商會 香港作為一個自由的社會 我覺得很難去批評 別人那些做不到 只要是他們不是犯法 我覺得又 亦都我不覺得他們 我有出席很多不同商會的活動 我覺得又不是犯法 不過我反而是會叮囑大家要留意的 就是大家的工作 是去找機會 其實是要大家坐定定 在這裏做事 是堅持跟進那個客人 純粹去出席不同的活動 拍卡片 這個本身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收入 它不會變成收入 你會有些人名 但你會不會感受到 我想可能很新的小朋友 有機會他們不是很了解 會花了一些時間 其實我見到一些 不新的都是這樣 對 不新的都是這樣 我真的想你說什麼 他們變成一個 我不知道 怎樣想 總之出席了 就是出席 拿卡片 那他們又 我這樣說 我又不知道他們背後 有沒有真的跟進那些卡片 那我就覺得 人一個最大的特質 就是人會變 這個時刻 大家可能都覺得 那個人不行 做project 做些活動 大家都說他不好 不過我又覺得 人家姓作年青 是 合襲狀版 只要他肯聽別人的意見 自己review 其實我覺得有一天他會成功 只要他肯繼續去試 人家說有到未為輸的創業都是一樣 只要你一天 仍然想去 run這個 business 或者試一個 business 你不要放棄自己的 business idea 我覺得一定有一天會成功 而做企業最可愛的地方 因為你建立了一個系統 你完成一個 你就可以上去第二個 第三個 馬雲就是這個case 她的失敗 story 大家一項都很熟悉 講到創蝶之神 馬雲現在是 她失敗完這麼多次 從來都沒有被人請過 入親 proposal 都失敗 所以不應該有的東西有了 對 不過她仍然保持著心 她繼續找到機會 就是有一個問題 我們按設計 business model 有沒有成功呢 第一點就是 你找到痛點在哪裡 那個問題 你真的解決到她就可以 所以為什麼她那時候 有阿里巴巴 有資料 不同 支付寶 就是她見到一些問題 也有一個團隊 幫她去實踐 所以她才是阿里巴巴 今天的成功 即是那天做這個博覽 其實雖然我做主持 但我都學到爺爺 就是在聽 其中一些嘉賓 是天使基金的一些負責人 她會說怎樣去選擇一些project 或者怎樣去選擇一些團隊 剛才說的很重要就是 人 然後她會說 你一個桃花筍 就是in king queen 其實你的團隊 怎樣去安排 不是你一個人都大了 即是你反而要 你是帳 全部都帳 我肯定你沒有人幫你掃地 還有做一些基本的事情 你一定要不同崗位都會有 那你成為一個老闆 或者你真的要想你的團隊 其實你一路遇不遇到 你吸不吸引到 或者你能不能 manage到 那可能是跳過 現在年輕人是自己比較多些 她怎樣跟人合作 或者怎樣去管理你下屬 或者跟你差不多平倍的拍檔 其實當然這個人事關係 任何歲數都會有挑戰 不過這一代的年輕人 可能對電子的比較多些 嗯 還有什麼家庭又沒有那麼大呢 嗯 可能都會只是一個 已經是金波 沒有那麼慣 對 變成相對的那個挑戰 可能比我們這輩子 可能兄弟姊妹會比較多些 嗯 或者那些家庭 或者人的關係 很簡單 我小時候還會去拜年 還會好好地跟家庭 有些交往 現在不是沒有 是相對沒有以前那麼密 那這些部分可能她都需要學習 或者去了解的話 那這個我想是需要花點時間去處理 還有如果是真的有這個概念 是要去創業 或者想著人生有些不同的話 那這個是真的要花時間 還有我自己覺得現在 譬如我們兩個都是女生 嗯 其實女生創業 譬如我今天遇到另一個朋友 她分享了個個案 她很開心 她很 proud of自己 我覺得女性創業是很特別的 因為她當然是早年一點 早年一點 那一個女士要創業 跟男士相對的不同 就可能你的家庭 你要想的東西可能比較多些 一般 就是中國傳統想法 女人是在家裡的 還有suppose 就是你 唉 不要做那麼多東西 你要選耐 當然你要跳出來 相對好像有點困難 那我聽完她的分享之後 我覺得 原來我們女生還有多少少少的 顧忌 顧忌 或者那種勇敢 都會大一點點 就是比一般的 可能男士 人家suppose覺得應該 女生我不知道 多不多 譬如你的項目 收到男多和女多 很簡單 男生可能多一點 我看女生 我想佔四成 我有女生叫我 是的 我記得你是女生 你創了業 師傅 這樣說 印象中 男生相對會比較多 反而有個個案 我回應你剛才說的 組隊 我真的覺得挺有趣 我們其實在設計的時候 我們培訓是個人未參加 不過拿錢 寫計劃說 我們其實是要求他們 以隊伍不明 是的 應該這樣 然後人們打電話來 就很抗拒 我問他 一定要對不明 我一個人而已 我一個人可以嗎 他很堅定 只是一個人進入計劃書 我當然會陳述 我會說 其實整件事是 因為你初創公司 你一定要有伴侶 你一個人輸不完 除非你真的很正確 你有些很Qualified的管理團隊 去協助你 不是股東 不過是股東團隊 我覺得你可能 你可以跟評判解釋一下 但我們通常都建議團隊 就是二至八個人 是合理的 真的說真的合理的 我明白 可能一個人打算 一個人打算 沒有問題 你幫人弄手架 你幫人做臉書 OK的 你就只是做這麼多 但這個不可以叫做一個 企業或者生意 因為剛才你也說了 很Qual的一件事 就是你要製造一個系統 然後透過系統去賺錢 而不是透過你的雙手 透過雙手 你是一個JIP人士 是專業服務 我想這也是心態要去釐清 而且如果剛才那位 年輕人 都是這麼堅持一個 我也恐慌她有些挑戰 不要緊 我也是說 我們4月28日自止 那你快點進行 那你不就有時間 那你不就有時間 那你不就再思考整個過程 因為重點不是我在Hotline上去禁止她 或者Discourage她 而是我Encourage她進來去試 她自己親眼去看 自己親眼去感受 那還有我又很老實說 我又不可以排除 喂原來可能她的性格 真的很不合適團隊 她可能真的很不懂請人 需要很堅持 對 我覺得就先試了 那由評審大家去看她自己的計劃書 其實也不是說presentation skill 在一個這麼概念性的階段 那為什麼我們經常都看過 presenter 而是她自己有多清晰自己的project 是不是這個project是她自己想 還是她爸爸幫她想 她有沒有想過所有的問題 所有的可能性 因為公司其實最重要是變痛 通常頭半年是變得最厲害 那他們是 如果他們很熟悉 因為他們知道所有的possibility 他們就會容易轉換 那他們成功和生存的機會就會大很多 所以其實評審其實是看過那些位置 不過是 喂你的forecast 喂 多久有條curve這樣畫的 大家都知道的 不過你可不可以令到她相信 你真的做到這個成績出來呢 甚至你的產品會不會發展 所以我會分享另一個個個案 現在不是很流行網上眾籌嗎 對 然後有時候你就 不過我經常看一些個案 就是說 他們拍了一條很漂亮的影片 出來就叫你籌款給他 不過這產品兩年後 都是出不了的 對 之前有想問 對 拿了你的錢走 那我又覺得你拿到這塊錢又如何 你跟著之後 可能你的名字就會失敗了 還有 你永遠都會想一個快的方法去拿錢 你從來沒有想過 喂 我真的要生這個兒子出來 我設計這支錶 或者我設計這件產品 就要 真的要 賦一個什麼 九後二負之力去做 其實網上很多這些鼓勵性的故事 經常都說 創業的人士 他們為什麼會成功 就是因為他們 我如果今天不成功 我就失敗了 我就死了 就是這些 一定要很認真地 排除萬難 總之去到最盡 你會發現 你是會有成功的機會 因為 說真的 我剛剛前兩天都看了一個 Fashion Designer的訪問 就是一個很少數華人 可以在New York Fashion Week 可以有自己的 整個Series 可以發展出來 他說了一句 我也很記得 其實我不是特別想勤力 不過就是 環境迫成 你不向前走 其實就可能會退 甚至乎你都知道 現在的潮流很快 或者可能市道 如果你真的太慢 你的房子也買不到 越來越難追 很多事情來的 變了有時候 有些人覺得很有Vision 但有些人覺得 其實我不做就不行 那你就要想一下 怎樣生存 反而有時候 雖然這一種好像被迫 但有些人如果控制得好的話 其實也會有好的生意 會出來 看你哪一種 哪一種成功的 如果你說開這個 有時候我覺得 身邊的人的支持也挺重要 有時候我自己 我自己也是自僱人士 去做 我媽媽經常很辛苦 就說 其實你這麼辛苦 不如你回去打工 不如你拿身份證付工 我之前也做到大公司 其實回去沒有問題 問題就是 我覺得不可以輸給我自己 這些事情 我發現很多父母都這樣說 我媽媽都這樣跟我說 哎呀 舊書 沒有一個父母想自己的孩子 是辛苦的 就是問三 很正常 他一定會很疼 只不過我經常覺得千金南亞少年窮 反而 其實因為有這樣的磨練 變成早年撞板 其實反而你容易適應 你希望當然 一定有不同的辛苦方法 但是其實 現在我們的辛苦 是辛苦得你開心的 而且我們有選擇 但有些人的辛苦 是因為他沒有選擇那種辛苦 是更慘的 變成你給我 我經常覺得 我真的不怕累 不怕辛苦 最怕是沒有機會 沒有事做 真的 真是大件事 我想這個都相對反映了 都希望 這麼多的project 或者政府 或者你們的基金也好 是很想給新一輩的年輕人 其實多一點去磨練 就算他還沒開了自己的生意 也好 只要面對你的部分 就有時間搞 反正我很期待去面對那部分 因為其實是 要他們展示有真功夫 你作為一個團隊 你會怎樣表演 其實我們看得多這些面對 我們可能從他們很細微的 就知道他們有什麼分享的人 是有多好計劃 如果你連一個面對 你都不能表演 就是一條團隊 就是一個人說完不是一個問題 問題就是你的團隊 是不是很支持 你一個人說完呢 就會看到他們的團隊默契 所以我就是怎樣都一定要見真人 但一個舞台不要緊 我看表格 你捨得票量就進來 因為我都預料到柳斗營去篩選 所以我們都找一些評審 他們全部都見慣世面 即是Wittman 我大哥Wittman 洪偉文 一年不知道他有多少 改創業計劃去看 看了三個三個都有 他們會給到 真的會選到合適的人 我最怕是資源去了一些很容易放棄 或者說原來他根本也不需要資源的人 反正他家裡很有 我們想給一些有實力有理想 不過欠少許資源和機會的年輕人 就是我們最想做到的事 我想起我曾經試過去教創業參加者 interview的技巧 當然他們翌日就要見評判 也是出現了 像你所說 試過一組六七個人 一個人有其他五個人放棄 他們的分工是很奇怪的 而且你的觀感也會很不舒服 當然他們是再小一點的 因為他們有一兩隊是中學的 是好的 被他們撞一下 沒什麼所謂 但是有一些很明顯的 整隊是分債工 他們知道自己做什麼之餘 你覺得很舒服 無可否認你起碼比賽過程當中 我不理會後面怎樣 起碼你都會舒服 但我還覺得這麼有團隊 其實我們都覺得爭執情況之下 都不會差很遠 因為你做成為夥伴 就一定要有談有談 還有我不介意分享 你是真的要喜歡對方 不是說拍拖的喜歡 而是說我可能很欣賞他 我可能很欣賞師傅的口才 我很欣賞誰的管理財務的清晰程度 你要看到那個人的優點 和願意體諒他的短處 你們才可以做到一個長久的隊伍 會的 因為我經常覺得捉盤期 你不可能全部都是將軍 整件事 太多將軍會吵架 這個很實在 當然你一定和大家有不同的崗位 你會開心很多 因為人是要被需要的 如果你在那個團體當中 你沒有那個價值 你不要說團體 你家裡也一樣 你不被需要 其實是會 沒有了價值 你會不開心 你會走 你孤默論 小朋友這樣 父母要需要他幫我拿拖鞋 也會開心 那變成當你 譬如說 我可能是財務比較厲害 我可能是社會比較厲害 我可能是想法比較厲害 其實這樣的混合 我想是比較完整和健康 因為各自享回自己的期位 而且又可以做到的效果 而每一個都很舒服 我想這些混合真的可以幫我求 我想簡單一點 我們通常會規劃是有文和有母 文的就是懂得去做生意 管理財政 那… 對不起 那個是文 沒有 反轉了 另外一些是真的要很技術的 尤其是如果是影響IT 很多譬如GoGoWan 或者很多這些 Facebook 甚至乎 他們這些想法 他們怕被人偷了 那麼他們通常 那幾個股東 自己去坐下來 寫program 去做 而你寫program 其實 設計的program 由你coding 到你設計的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都有分步驟 所以如果視乎你的產品是什麼 可能你需要技術的人士 會更加多 這部分也有看回你們自己 所以你無所謂的崗位 你無所謂的 你無所謂的 至於你真的有這個 做老闆的心 你又可以吸引到teamwork的話 是真的很好 因為很多人說一個人很厲害的 但你可以做到 但你不會做得很遠 因為你一個人走 我肯定你會淒涼 如果你真的自己做 不會 做老闆 基本上一個人做不完 我不過也要再補充 其實teamwork 某程度上 at least你是一段時期 因為有些team 其實是 聚得也會預算是有分開的一天 即是 我們開始之前 已經想好 exit strategy 在什麼情況下去break up break up 其實最好 一開始也已經說清楚 這個是很理性 很理性的部分 真的幾friend也好 感情用事 對你沒什麼好處 幾friend也好 都要講清楚 就算是兄弟姐妹也好 有些位置做生意 文件要清晰 這些要講清楚 要清晰得完 這樣 反而之後還有朋友 要做 不然就會出事 會不會就是 反正這麼說 small business 很多時候出現的情況 就是什麼 OK啦 寫什麼 這麼煩 要浪費時間 可能就是這些部分 做得不好 都會有 例如你國王的case 都是不愉快 或者明明的生意 是很OK的 但是因為這些人事的原因 就散 會多 其實我覺得最多 反而是剛剛初創第一次 會低估了老闆的責任感 那個程度 有很多人是真的 做開大公司 再覺得 我自己 整個部門 我都看完了 我天下無敵 這麼厲害 我應該出來自己做老闆 OK 做老闆 找到朋友 肯去投資 然後才發現 原來他之前那些 可以說純粹是網絡 不能叫做資源 我們 有個老師教我 最重要 資源就是 真是兄弟檔 不收你錢 都肯幫你 那些叫做資源 收得你的錢 那些其實只不過叫網絡 那有時候你初創 你真的控制 錢控制得很緊 結果他所有 搞一個大型的展覽會 那叫做 勾筆得很厲害 那勾筆到 那個地步之餘 是他做些事情 亦都很不合理 就是 那些事情 那些事情 那結果呢 他們就是 是要拔他下台 即是出租 就拔他下台 然後他們現在 背後還在搞 又說有人虧空公款 又有些不同的情況 是很massy 所以你說 其實就算你說 寫清楚 而是他們那個心態 調節不到 他是老闆那個case 用最少的錢 最少的資源 去達到這件事 調整不到 為甚麼你不給錢 為甚麼拿著我的錢 他們不懂得去學 即資金不是去錢包拿出來 他們就不著感 一由你的錢包拿出來 你真的才去到那個 嘩 我不拔命 我就死了 不去到那個模式 其實我不覺得 那個行業會成功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心態 分開一個心態 而且上次說 在那個talk裡面 其中一個天使基金的嘉賓說 第一件事 怎樣選擇那個團隊 即選擇的不是生意 選擇的人 而且第一件事 就是心態要正確 就是個人的 起碼心底要正確 或者是不要做一些古靈精怪的 因為 as a long run 你的生意來說 都是不外乎 你偷一拐一片 不會做得久 即有些的朋友 可能那間都說 你偷一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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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如果有些生意 甚至乎是這麼大的基金 即你都要騙得過大家的發眼 這件事 long run 都不是容易的 即catch me if you can 可能是這個概念 問題就是 現在大家都這麼長病 你何時去抓到你 你知不知道 要逃到一百歲 即正常在你講的網絡 即是平台一樣 即我經常覺得 有一些東西 你不是握完一筆錢 在這個世界上消失 这个世界上是社交媒体 是找到你出来的 因为有时候真的 可能他们看到是现在这一刻 但当年纪之后 你会发现人生拉长了之后 那一刻的东西不只是那一刻 你会带来将来影响要还的 如果你这样想 可能对你的行为会更加认真一些 或者你小心一些 甚至其实这个小心 可能帮到你的生意也不出奇 也一定会 我们的计划 我们设计的规则 我们都尽量去写社会责任 因为 你现在都很流行 差不多一定要有 我又不敢说一定要有 不过其实如果社会责任是 除了认同性高了之后 其实是令到他们在设计 business model的时候 会考虑社会需要的一部分 人 就是你的consumer 只不过是社会的一部分 那如果他们了解到社会的需要 他们做的产品 是解决了社会的需要 那他们相对上 他们的business model 才会有持续性 会做得好一些 我一个问题想问 你认识的计划当中 一般我们所了解的行业 即不外乎吃饭 即飲食 IT 一些玩的东西 例如之前的bubble诉求 都是玩的东西 一般我们可能了解正常的行业 比较多一些 但是一新的有很多古灵正怪的 刚才说的打机也是一个行业的 你有没有收到一些项目 或者有些工种 是之前比较少见的 而现在开始游 让可以 inspire一些 观众 原来这样也可以做生意 因为现在我们在requipment 是for training stage 所以我还没看到他们的计划书 他们有时候在电话上提过 我刚刚提过 可能想教帖舞 去艺术 我又不觉得有些什么 可能他们怕我偷竅 是很小心的 最秘密的创业 拿过来就没有了 不过如果你说我近期在市面上看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 是一个电车变了一个gym 我今天看到的 我觉得挺好笑 电车做gym 我真的没想过 通常是地铁 大家在这里做这个单转 我就见过 这个电车 这个新的business model 我觉得不知道可以耐久了 当然有些是hot topic 我想其实生意有很多类型 有些可能是最update 最heat的 比如旺角某一条街的食物 是heat边排 然后就很快就没有了 你要是做这些潮流类型的生意 那你就能吃到潮流 你可以赚一笔钱 不过未必那么长的 有机会 那个叫follow me strategy 就是快开 快做 对了 总之在我未完之前 你就有多少钱 有些人是喜欢这些 但as a long run 有些是想慢慢做好生意 有个branding 然后再这样做下去 就似乎长远 不过可能需要skill 或者那个 资金要带 所以一个business带到 其中一个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他们懂不懂去找这个资金 我资金就是 政府30万 其实是给你真的卡着一个for start up的总资基金 对了 很发疯的声音没有了 对了 其实是真的 最重要是令到你的产品出到 服务出到 接着你就拿你现有的概念 再去找天赤投资者 他们再去注资进来 通常的概念 是每一次注入 今天就看你的business size不同 就是天赤投资者 可能你是up to幾mil 那些都不小的 对了 去到不同的 那些是A轮、B轮、C轮 去资金 对他们来说 他们也是想卖个希望 他也是想找到 十间公司 只要有一间变了Facebook 全部都回来 对了 既然你说这一件事 不如我又想请教你 说给奈良古众的姿势 如果我真的由零开始了 正正上 顺顺利利 可能是30万 然后慢慢慢慢再上 他都要经历多少阶段 然后要去到 当然理想当然是Facebook 就算不是Facebook 那么大的 可能天赤投资者 有很多business 我未必很熟 但其实都做得挺不错的 那我们的阶段 可以怎样跳法 因为那些叫樽后位 樽頸位 你可不可以 你见那么多 就是女神 哈哈哈 起码和大家说 一个基本的概念 让大家知道 原来我真的想一下 你刚才说完之后 都挺吸引 或者我都觉得自己 可以和大家介绍一下 究竟一个生意的成长 旅程是怎样的 我想最首先 就是刚刚整个program 都类似的 你们真的找了 你自己的business model 找了你的同花唇 你从而就开始有你们的同事 因为你每次去筹钱 不是说 喂 我要100万 放入我的户口 令我开心点 不是 其实你每次fondraising 全部都有目的 就是写清楚你的objective 我现在想raise100万美金 因为呢 我其实想拿50万 去台北开我的新office 兼请人帮来这三个月用的 接着另外这几十万 就让我投资可能机器 一些我们叫capital investment 人士 我估计我有了这一块钱之后 我来这十二个月 我们的营入就去 其实你要和那个投资者 你都要解释 每一个阶段的投资者 有很多名字 有天使 风险投资者 A轮B轮C轮 只不过是他们设定金額 不一样 那 而你的business 是不是去到这么大 就视乎你如何设定 譬如说 有一个连锁店在国内 去年很成功提升了Alan Funding 我忘记了多少亿 2.6亿人民币 他其实是买北京小食 嗯 北京小食 问题就是北京小食给人的感觉 就是那些豆浆啊 油饼啊 可能经常觉得很像大牌棒 不过他将他这些小食 变成麦波模的级数 就是全部已经standardized 还要 他raise这块钱 原来就是投资到他的车队 因为你都知道 国内地大麦波 不是说我下街已经有麦波模 有些人不下街的嘛 全部上网订了 上网的 是的 那他们就会在不同地区 设立中央除访 他的钱内就是中央除访 去建设他的车队 那他们中央除访 也都没有 全都变成了外卖 他们的租金成本便宜了很多 所以就这样 游说到投资者 愿让他们做到这个集资 那基本上呢 你的项目不怕狗 最重要的是 你想到 如何翻新 兼且一个系统做得好 例如Google Rang 大家都用Google Rang仔 以前打电话台的嘛 那这个 大家都有的东西 如果你想到好的想法 再加上一些科技 以及重新安排的话 Google Rang 是很成功的一个 就是个案 是有一个 就是真的出现很贵的公司 慢慢慢慢去到 有很多人认识 有很多投资 其实这个也是挺不错的方法 他们因为是成功改变了 大家的行动 以及他们的基础大 其实近期 有很多近似的人都没有起到 看看这间公司 Copy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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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business 可不可以继续去支持 就是十年前 没有人会想过 Yahoo会回答 是 是 大家都用另一个 search engine 会比较多 真的没有想过 其实是想着 龙头一起上去的 是的 所以为什么我说 变形 你去transfer 是一个很重要的 business 或者我再说多一点 去设计business model的时候 第一个step 最重要是0至1 2 没有它有到很难有 不过你是sustain到 就是你要懂 如何将它由1至N 0至1 当大家来拿一些funding 一定有些想法 给你捱到 好了 又1了 你刚才一去N 通常公司会经历些什么 几年 比如说 有些人说 熬了三年已经很好了 过了三年一关 再过几年的关 那些人没有什么概念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究竟一般公司来说 你可能去到十年 正常来说 都没有事没有过 没有大件事 都算是安全的 你有没有这样的时期 你看到呢 其实初头好几个 首先你的产品 是不是成功出生 出生这件事也有些挑战 对 对 不是怀胎9月一定是出生 每一个时间也有一个挑战 对 跟business planner会有什么争吵 就算是最好的朋友 就算是情侣 就算是两夫妻 有时按照生意的概念 都会飞 都会骂 有些人说 两夫妻千万不要做产业 有些人说 我有不同的情况 有些人可以 对 因为有时始终是 大家想的不一样 就是大家见的不一样 就回家有共生意 什么时候有共生意 就是会影响感情的 有些人要留意 但有些人成功的 譬如我之前试过 有些partners 原来他们说 开一间公司 就是想着 我每天在这儿 只是教书开班做training 原来其实 我或者其他partners 认为 其实公司做得大 当然要融资上市 不然你哪里有经济效益 原来在这个位置 已经有一个很大的 就是大家一起说 课训开的时候 是没有谈过这一点 你没有想过 永远都是 你开始搞 那一刻又难 但搞到这样 连生意多 也有烦恼 大家在想中点位 原来原来 原来我打算跑十公里 你打算跑一百公里 你打算跑一百公里 我真的很远 整个准备真的很远 会 所以就是说 为什么你说 初头头几年 会容易break off 和partners 除了你说性格格不够 我叫你做 为什么你又不做 那些已经很低层次的问题 大家看那个观感 那个宏观性 对这个生意的投入 已经是 可能是一个关键 令到他们会不会break off 嗯 我见到有家庭观众问 Sophia 同意刚才所说 找partners做生意 除了要拆弯和方向 和自己有很多共识 亦都不可以 和自己的质质太相似 是的 太相似的话 都要用照片 你会打架 因为你的不好的东西 都会一样 是会有不好 反而一粒一粒 或者互补不足 是很重要 所以就是 团队和花商的团队 是样样都会有 因为做老板 Be honest 大家都觉得自己是王子 大家都觉得 我是老闆 全部将军的话 是没有人执地 没有人做些很基本的事 是反而越多越好 甚至乎 比如说 有时候有些的testing 外面有些性格的test 其实都 科学化地 有时候都会在管理层上 都会看的 你明知对方 可能是很有系统 系统的 你是很creative 其实是perfect match 虽然多交捩 但是问题就是说 你一个公司 你不可以全部都只是说 feel dream 没有人落实 但如果全部的人 只是落实 你又会反而没有这个方向 变成了 每一样都会有 是真的都很重要的 所以你在挑选 你的partners 里面 有时候friend底系 但有时候反而 基本的vision 大家有 起码大家都是做事 刚刚正正的 做事都是均真的 那些call away之后 可能 有些事情 可能未必那么适合 正正可能是互相需要的地方 它需要你的準时 整结 还有系统 可能需要你的ideas 或者creative 撞一些新东西 或者是社会很厉害的 其实他工作就是不用做事 就是在外面周围达 可能他有这个character 也会不奇怪 因为之前 试过在我们 玩青年菜业奖 汇丰那段时间 冠军那个combination 有三男孩是这样的 就是他们的角色合分 是很开的 就是 一人是做了一份 完全好像不拉间 但是只是正正的 那部份包在一起 公司就会完整一点 所以你又可以 如果你真的打算 要创业的 除了自己之外 真的很建议你 找一些partners 当你真的发展到 那时候 你会发现他们的好处 所以刚才说 如果那个vision 很不match 有机会会分开 但是也不希望这些事情 那么多发生 这时候我讲一下这些八卦 我自己本身都是一个 有些人笑我做神婆 我都算是一个迷信的人 因为 其实我自己之前 有跟师傅学八字 我叫师傅帮我计算 我不用学 有些人说 八字其实只不过是一个 述数的东西 拿好国内几千年的statistics 去帮你计算性格是否合不合 我其实之前创过几个business 都有给这些partners的八字 师傅去看 ok 是 不过我终于 终于是不合 终于是不合 不 原因就是 性格 他 其实他会看 是 那个人的大运 和你的大运 会不会升 就是升的意思是 会不会match 如果你说是一起夹得好的 就可能一起起或者一起跌 会不会很大出入 他会不会是个大奸大恶的人 其实他只能看到这些东西 问题就是 夹不代表一定会成功 我也说了 先来我跟partners 有些位不适合的地方 大家都不够committed 去这个business 就是这些 去到这么细微的地方 其实八字真的帮不了 当然很多时候做生意 会讲运动等事情 但修行器里面 真的有很多东西要处理 Chicky说我们不够放 不够business 就来 不够business 不够business ok的 我们会很轻松 刚才你说的部份里面 我真的会觉得 例如你说八字 我也是知道很多生意人 会喜欢这些 刚才我所说的 是科学化的 心理学检验 其實是execution的好點 反而我們看不到他們的犯法 看不看是否大運 反而看到性格等的事情 無論什麼工具都好 其實都是希望幫到你 去跟你的partner多一點了解 你了解除了 譬如大家心中有術 譬如你的能力 我觀人沒那麼厲害的 你就拿這些工具 心理學工具去處理 你說我未知未來的 不過我覺得師傅厲害的 有時候譬如做娛樂圈也很多 他們都會看這個人先回來 可以不可以 我最近的business partner 我覺得的 combination 值得分享 我是做marketing 我的business partner 他是老師 我們做科香治療 問題是有一個partner 其實是年紀比較大 都接近70歲的叔叔 反而我覺得整個東西很和諧 因為他的關係很和諧 因為他是有很好的經驗 是 他跟我們share 而且因為 自我相有力 很重要 對 力我們這邊 補聲 給智慧 智慧 智慧 指引 有時候我們都會大家火紅火錄 又說你做的 為什麼你不做 我跟我partner有時候都會咬 他反而會 slow down 會拔回來 所以有時候我發覺 那些人經常都會說 喂 未來是屬於90口的 一定要找90口 但是還有一群成熟的人 你不可以放下他們 對 反而我覺得 原來不同的年紀層 都會有一個不錯的火花 所以我就說 譬如你身邊 這些是寶 不要說老人 我都現在 銀發族 對 或者現在這些 例如early retired 因為現在有些人 五十歲已經退休 其實身體很好 很好的網絡 很精靈 很有型 我反而覺得 絕對值得和他們試一齊 去合作 這次我們的合作經驗 比我想中 是愉快和猖順 因為你講一下這些 蘭花族 其實我也有想過 因為之前有很多的 資訊 或者很多的 promotion 都說他們很有生產力 仍然有很多價值 而且真的 你拍下去 他們真的很精靈 以前就覺得他們年紀大 但這家銀發族 都很精靈 至於工作 某些原因 要提早離開職場 反而如果你要找一些 合作夥伴 或者不要叫夥伴 夥記 這樣可能會容易處理 其實他們很多 很多東西幫到你 無論在他們做人道理上 他們食鹽多過你吃米 而你是肯受教的話 其實你行少很多冤枉路 我想他們很願意教 問心 經常說白落 白落都要找到對的 才可以幫到你 只不然如果只有一腳 你自己要受教 不過我相信最多老闆 其實很多時候 你會 無論你自願還是不自願 你都會 聽多些話說 因為你可能會撞板 例如剛才說人 雲人發足 例如有沒有特別 除了不發足 例如剛才我提過 其中一個單位 就是某些殘酸人士等 你有沒有跟那些人合作過 他們亦都有一些不錯的資源 或者可能有些東西 可以帶到你的生意 你有沒有試過 你說如果真的在行業 可能就真的沒有這個機會 止止 對 可以試一下 或者照著這樣說 可能我沒有特別留意到那些位 我沒有留意到原來他有其他問題 其實坐得低了 我不是說找partners 我不會刻意一定要找些什麼的人 我自己選partners 最重要是溝通到 大家一起想做事情 以及互相會肯給意見 和聽對方的意見 這個不是做生意 做人也是很重要的 每件事都很有趣 接近你也是 我總是覺得 講到尾也有那一句 有些人是不能離開的 雖然你說做老闆 做不到的行業 有不同類型的事情 但是 數來數去都是有些人 你這麼久以來 見到這麼多的project 或者是女神 有這麼多的network 其實可不可以總括 有什麼類型的性格的人呢 真真正正的創業是會好一點 不要說一定成功 好一點點 想用哪個體系去describe 因為你也知道 市面上有九型人家 有 有 有四種成家 有BTI 有FSC 我想我概括 我覺得第一 就是堅義至堅定 很determined 很determined 一定要做到這件事的人 那這些人 其實相對上的比例 只有10-20% 是真的未必有這麼多 我剛剛也說了 工種有很多 你最厲害的技術的人 未必代表你是合職做老闆 那時候也說 Bill Gates 他不是全班最好成績 最好成績的人 都是在公司做引擎 反而是人員好 是 人員好 人員好 我看到最多成功的老闆 是這兩種人 如果你說 又determined 又人員好 那就基本上很成功 通常都要很ok的 對很成功 那當然你就要看看 自己還未在這兩種的話 我相信 如果你真是很有心 首先第一個要很ok 然後你說 突然一點都最懂 你的passion 有個位子 剛剛也說 就是興趣在business那裡 你一定要 要喜歡你做的事 喜歡的意思不是說 我什麼都不做其他事 我全部都睡了 而是 你起碼不要厭固我 我是一個很簡單的test 你每天早上起床 你有多大的原動力 你想起床上班做事 肯定觀眾 你有多有原動力 早上起床就睡多一會 還是很多事情要做 我是很接受挑戰 甚至乎有些都是在說 可能早上很早起床 就做更加多事 prepare你自己想到的目標 我想目標不一定是做生意 很多事情 例如考試 那些朋友都可能有這個情況所需要 我想這個真的跟性格 或者你自己的看法差很遠 我也這麼說 如果這間沒有事沒有幹的話 這個是自願的性格 剛才你說的 人員 還有他做事一定要做到最足的是個人性格 也有一類是被迫的 可能你要照顧你的家 或者可能最多的什麼 我看到很多男士忽然很積極 整件事 即是有一些的需要 有原動力 有很大的原動力 因為經常都說 坊間很多的小朋友 是沒有原動力的 因為太幸福 太幸福 家裡不需要照顧 以前說真的 你起碼也需要住家裡 例如家裡 小弟妹 經常都說 姐姐沒有書讀的 因為要給小弟妹讀書 現在說 不給家用媽媽 然後就拿去 叫媽媽貼了飯錢 很多說 父母的退休金 是給小弟子 因為我們找卡數 近路族 對 這個是 我想這樣說 我已經不說養不養 而是你在這個社會上 可能他們的成本也很高 但是因為沒有這個原動力 變成 有時候原來 我們叫什麼 火燒屁股 有些人是 有些人是 夢想的 有些人是 自願去拿 有些人是要後面 被人不斷打 都會 有兩類人 Be honest 哪一類都好 其實都是達到目標的 即是痛的 沒那麼痛的 但有些人是 沒有所謂的 我是日後自我 然後晚上要被人 打 哈哈 哈哈哈哈 沒所謂 即是哪一隻都好 其實是你要有需要 即是 因為坦白說 我都遇過 這個人有十多歲的小朋友 他會說 十五歲到我兒子 他是沒有興趣 連打機都沒有興趣 他喜歡什麼 不知道 我最近聽說 有個公司 專門教人做KOL 他的概念就是 人人都可以做KOL KOL平台出來 我都認識那個 其實都是一個挺真的現實 我有些IT的朋友 很多都說 就是 但是你想做 我想做Blogger 即是好像 Blogger 你可以說 一個工作問題 就是你要捱到幾多年 你才可以做到一個 Self-sustain 出名的KOL 你記住 香港市場更小 我剛才跟有一個 在內地 有同一些網紅的公司 簽職 他們有些生意上來往 某程度上 你可以很厲害的 裡面的網是 一個月賺二百多萬人仔的 你有本事的話 因為地方大 但是香港 民心其實 這個給錢system有些不同 以理就是說 你要這樣洪法 就算升到他們 可能未必有這麼多人看 那整件事的玩法 會很不同 你香港 因為我也有一些 認識的朋友 他們是做 就是開始 所以 他KOL得來 有點像網紅那邊 是 都很辛苦地 不停在這裡 要試 擺Post 然後 之後 都是說 可能幾萬元上落 即不是每個月 國內它始終 國內很香港 我講香港 國內因為人口太大了 太大了 他真的 你上去吃個公仔麵 你可以嘗試 突然現在去拍攝 不同的國內APP 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無緣無故都很想看你 我告訴你出生情況是怎樣 有一次我們在這裡拍攝 我自己在這裡拍攝 有一個學生有玩這些內地的直播 APP 我們都不知道什麼人 他又不知道我們是什麼人 直播又有給錢看的 所以不是很多 因為他不是經常玩 但是他示範了 是真的很無聊 我們在這裡做一些無謂的事情 然後他一直拍攝 然後是有人看 有留言 有些心心得讚 有給錢 要我了解 香港的市場是很小 我下街已經可以走到 幾個站已經是武國中心 很多人在運 國內很多的大學 真的運到宿舍裡 他們可能都不只是宿舍 可能他們由小學中學 已經開始是住宿舍 他們也沒有兄弟姊妹 全部都是獨身之類 所以他們的最好朋友就是網絡 所有事情都在網絡發生 網絡購物 網絡購物 網絡看人 找人陪他吃麵 都願意去做 所以那個 為什麼是說 你怎樣 現在呢 你的 business model 有些人說 你沒有國內市場 其實那些投資人不會投資 其實是 即是沒有辦法想生意 開始你 除了香港市場之外 做得穩定了之後 你去做內地 會令你的數 我想是配給 這樣增加 那個end 你真的要那個end 但當然你內地 可能有內地的挑戰 例如網絡 或者你還不熟那樣東西 等等 你明明那個市場 即是你一個 文化很不同的 即是 我曾經有朋友說過 可能叫內地同事做事 你可能發一些東西給我們 馬上發一些東西 他的馬上 跟我們認識的馬上 是不同的 一個星期後才能收到 也不是的 其實是有點快的 但我看電話給你 就沒有看電話 因為他很少 他可能就不是在最重要的城市 可能是一些偏遠的城市 那些人是一向是習慣的 那他見到馬上 那我們馬上 你馬上就馬上跟手 頂到家晚而已 他們馬上一個星期之後 那些人可能未必會很熟悉上面的文化 一定 我經常都說 你懂國語 不代表你可以跟國內人溝通 對 完全兩件事 你的關係是很不同 對 這些很重要 我自己就覺得 國內是大 不過都要看你自己有沒有 有多熟悉 有沒有網絡 所以我們設計現在program的時候 我們其實簽了幾個合作課盤 我們簽了五一大學 有簽了江門青年協助會 就是這些我不是只賺錢 錢我就有個潮創基金 給錢再分他們繼續帶 而是可能在導師 人才培訓 還有交流 你知道國內的中小企是多大的 我去過幾次跟他們去 真是深入一點的 就是聊天交流 聊天他們的business 那有些當然很浮誇 有些很正路 我做Gym的 我開Gym的連鎖店 不過我有12間 我都只是在江門 已經有12間了 是很普通的 對他們來說 就是很小的business 那有些叫大一點點的中小企 就是做這個洗衣機零件 創的一些小家店 比如說獨立洗衣機 不過是全球第二大的零件公司 你説得出的洗衣機牌子 他都有用它供應 他整個廠房是幾億元的大樓 有一個是整個宿舍 主要是給客人一起住 整個漂亮的酒店的設置 都只是說中小企 我們是微企 是微企 完全是 我想這樣說 尺寸是一個中小企 但無論如何都好 其實任何公司 他們經過什麼中小企 大企業也好 都是需要前期的部分 創業的部分 除非你是乘計家族的生意 如果不是的話 你還是要經歷這個階段 近日一大佬分享他的成功過程 你現在看到他是一個富豪 但他之前都經歷過 其實一般創業者經歷的事情 也有錢銀上的問題 也會有其他類型的問題 都會出現 那種很重要的 一定要贏 一定要做好的心 以及譬如有些人幫忙 我想做生意真是說真的 你的朋友真的很重要 或者一些很好的支持 真的很重要 朋友、親人 有些父子兵 男女朋友 我也有見過這些個案 這個呢 是否跟夫妻的情侶 是否會成功一點 我剛才跟我年紀大的夥伴 我剛才談過這件事 我剛才有個朋友 他的童話信 是童話信 我們形容是這樣 以後也是這樣 他就是有一個好兄弟 30年好兄弟 然後他這個30年好兄弟 我叫做B B有一個很久的好兄弟 C C大了D D大了E 五個人一條 一旁 結果AB和CD 他們兩邊拆了貨 因為不適合 現在有些人 我回來的就是 你去找Partners 不要說因為你跟誰熟 你就找朋友朋友朋友 你真的自己evaluate 是否性格 有性 真的不行 雖然是近一點 可能會快一點 是 我自己見過很多Cases 就是這樣 刮嵌嵌嵌 其實本身是他們 根本都不認識對方 就是那些家族生意 總之一個家族 一抄提子 有好有不好 也有關係 有時候我覺得 如果能力不行 就會拖累 反而你說 情侶或者Couple 有好有不好 因為好那個位置 就是包容度強 真的? 包容度強 真的? 會 相對上有 很多人 譬如大樓 當年也是他的第一任太太 就是外母借錢給他 第一任太太幫他喊 我都見有很多 你還記住 女人有時候有些很OK的 但現在是否有這麼多女人 在暗喊 因為我有朋友 真的 剛剛才說 他跟我老公談 他決定不在一起 不在一起 做生意 因為 就是怕 一回到去 因為如果工作上不可以 就拖累 那你平時 就是關係上 你也可以不拖累 但是工作上 就可能拖累 影響關係 所以最終決定不在一起 大家會不會 我又不算分享 其實我和我男朋友 有拍檔的事 當然 那些拍檔都擔心 我不會 他犯錯 我會第一個罵他 但是離開辦公室 就真的不再談 真的是否完全可以不談 會不會回去 很少 盡量避免 他提完一句就算 翌日回到辦公室 這樣 你一定很害怕 有些人不是帶回家 這個就錯了 真的不行 因為我自己有做過Family Business 我真的有很不喜歡 即是 跟兄弟 即是我做Business Run Family Business 不是一個問題 是跟兄弟姊姊合不來 做Family Business 即是 沒有問題的 你的血緣關係 不代表你是一個好的Business Partner 是的 那真的 你到吃飯睡覺 都還在說這些爭執 好煩 所以 會很影響Family感情 所以我覺得 其實合作不要緊 你知不知道解得清 嗯 我想 今天聽完 你這樣分享的時候 你對這個 情侶或者家人的合作 雖然我還是有一點點Business 我覺得盡量真的不好 但也有成功個案 但你要分得很康 可能有些工作 你可以離開辦公室 就已經乾淨 有些是不行的 Be creative 那些 即我有朋友是兩個在家 就是經常對著 因為creative 所以經常都要想辦法 但他們都是Business 但當然OK的 有些真的性格 或者 沒那麼扯的 可能OK的 如果真的 火生 因為我剛才說的那個女性朋友 她知道自己是很火星做地球 嗯 她平時都已經很忍手不咀 因為生意一定咀 那變成就知道出事 Risk management 避免大礙的發生 其實好的 就是了解了 好過你開始了 之後出事 你連感情也沒有 生意也沒有更慘 是 我覺得沒有所謂的 什麼生意模式 其實說真的 我想你見到很多 古靈精怪的生意模式 總之你們夾到 做到 work到 就行 不過去到某些的size 開始就 就是需要基金 需要一些support 很重要 這個部分 這個也是 為何今天會分享這件事情 我想帶出一個概念 就是 大家如果想做生意 可以真的放心 就是有很多很多資源 會幫忙的 有很多成功的人士 他們現在都很願意 跟年輕人分享 究竟怎樣可以 幫你達成你的理想 不過首要 你真的要自己做 這樣真的不能假手於人 多少錢都不行 真的要親力親為 力不道不為財 嗯 力不道不為財 大家要努力 記住 那些錢不會跌下來的 雖然要扶桿 有些人是有扶桿 好好的可以有不資金 但如果你不做的話 基本上你生意 不能長久的 那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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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推薦另一個網站 對 這個 HKYouthStartup.com 裡面有我們剛剛說過 那幾個有COY資助的基金 還有多些資料 我沒得Key上去 沒有的 你自己上去 希望大家可以 找到你的passion 找到你想做事 之後就好好創業 今天時間差不多 拜拜